这是我在穿越非洲中最兴奋的一天 因为今天要去寻找我好奇了十年的神秘部落 传说在地球上还存在着一只 以猴子和沸沸为食的原始部落 哈扎比 而他们就生活在坦桑尼亚深处的腹地部 我们从坦桑的首都出发 一路向北 一千多年 来到了资料上能查到的曼亚拉湖附近 但由于语言不通 也没有明确的居住位置 想要找到哈扎比部落 犹如大海老人 所以我们决定 在附近的村中 先找到一名领路人 在中国呢 还有一个名字叫猫肉 小朋友还把小朋友给裹在里头 他知道吗 药阳 我也不知道 我先来试试看 能不能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找着一个小兄弟啊 看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去 他锁门去了 他回家锁 拿把刀 哇塞 把刀拿家去了 把刀丢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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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找到了一个带路小鹤 这边或这边 OK OK 他会说英语吗 我不知道 可以说英语吗 看来不会 看来不会 那我怎么指呢 没事 他扔路就行 乱石滩 他们应该是带指了一条摩托车的路 我们这也没有办法 只能找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带路 虽然小哥不会英文 但却有着英语般的眼睛 在我心中 他就犹如指路的明灯 果然在荒野中奔波了三十分钟后 我们迷路了 好在小哥集中生智 找到了另外一个村子 打听到了哈扎比人的下落 注意 在画面中的这个人 在后续中会起到重大作用 这里先摆个伏笔 经过指点后的小哥 似乎开了光 带着我们在完全差不多的无人环境中 穿梭了一个小时 似乎还没有走任何回头路 就在我们觉得这里没网没信号 距离有人生活的地方越来越远 危险系数急剧飙升的时候 目的地似乎到了 把车停这儿 我去 我把车停这儿没有危险吗 OK OK 你开着车进去 可能人家要拿那个东西射你了 准备下车前往哈扎比部路啊 防身的 带着 有被误会 OK 兄弟们我看这有人为的痕迹了 这是不知道干嘛的啊 看 哇塞 这小棍大的啊 上面还扎了好多跟牙签一样东西 哦 你看看 真的啊兄弟们 这一看应该是他们部落的人 这不知道现在咱不知道干嘛的 扎了一堆的小树尖 哦就有个山洞 这有很多壁画 这还没比画呢 这看出来了 这是原始人啊兄弟们 青铜系时代 这就真的发现过来 那个小狮子 哦 真的是哎 怎么呢今天烤狮子 这儿除了烤土还烤狮子 我现在心脏都扑通扑通的 这上面这么高的一个卧具 这个大石头 他这块啊 窝蜂 应该是他们知道有火 在这比较容易不被吹灭 太有意思了啊 那那光秃秃的山就是我们一辆车 就我们一个 跟着现在往上走 一会儿要发生什么事儿 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一会儿看看 咱们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 咱们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 啊 这是这个 OK OK 你说站在很高的地方 是不是看动物啊 观察啊什么的 观察什么 我们现在完全无法交流 他的意思是走到山顶上 他们是不是有人在那儿 我感觉特别有点乱雾 这里确实没有路可走 这不就没有路吧 也没有指挥的地方 这完全就没啥雾 兄弟们啊 现在还真的是还是有点紧张的 这现在是四周 站的这么高 荒芜人烟 四周什么也没有 我觉得离我们最近的文明也得有 十几公里吧 这是什么树 这是葱皮树吗 这个 兄弟 这树怎么脱皮啊 这树 里边是绿的啊 看这外边是皮是黄的 你看看 哎呦我塞 太坏了 吓死我了 我正 我正 看那棵树是不是 我还怕被我读 表情坏下来 哇塞 这里边也没虫子 皮掉上里头 这是翠绿的 哇塞 这棵树叫什么树 兄弟们 有没有认识这种树的 来打在那个弹幕里啊 咱们看看啊 学习一下这是什么树 哎呦 哎呦 走 没事没事 有没有蛇呀 没有事 没事 注意走一下啊 啊 有人 你看他说 小房子小房子 哈啥比人的房子啊 兄弟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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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 这有一个巨大的猫鼠巷 这有几个有冲大的小房子 耶 我姐姐 一个人没有 仅深一点 他们都是有 他们都是有武器的 一个人没有 哇塞 惊了兄弟们 这是遗址吗 你们看这是什么皮 一个人挂着 这应该是他们今天的捕猎的东西 上面都铺满了蚂蚁 嗯 我记得很诡异 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啊 然后他们挂的很多 上面那个皮什么的 一直在自自做小 你干嘛 吓我一跳 我说我们的向导怎么 没了带路人没了 no no 没有 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兄弟们 屋里 部落搬走了吗 这两天 还有做饭的痕迹 这不是这两天 这我觉得就 就应该是今天早晨 这个 他们走不远 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一个人没有 连个女人 连个孩子都没有 现在就是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全体处复猎了 第二种就是 他们已经搬走了 他们早上起来迁徙了 这个营地不要了 我的天 尤雅你看旁边的全是刺 小心 这兄弟们全是荆棘 我第一次见荆棘 这东西老在这个神话故事和动画片里看到 缠身上 这缠身上估计直接就皮开肉绽了 全香的肉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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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 为什么 完全听不懂 呃 now we wait we wait here 坐着 ok 他说要等一等 你等一等 哇塞 他这是荆棘的根 这是 哎呦 根都带刺 在这儿 要非常的小心 弄不好就给自己刮一个皮开肉绽 哇塞 这神奇了 兄弟们 我找一东西试一下 炸 拿出来 哎呦 直接溢出来跟血一样 没有任何味道 谁注意 油 有 有 有点像阿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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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阿甘叔 有点像阿甘油 呃 他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就是 护肤的 护肤的 他们在这儿不需要护肤 我在想他这个是不是要做饭啊 什么的 会不会用这个 因为他有油的味道 有那种植物 这只要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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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要吃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现在沟通不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 是不是现在要回去了 这什么东西 又回来了 这个 是这个 他说 他说这是小的那个 面包树 面包树 哦 这么小能长这么大 这 怪不得长得这么奇怪呢 这就是 哇塞 太厉害了吧 这么小能长参天一样 对 这是最大的那个树的一个小树苗 哇塞 兄弟们我发现了一东西啊 这个荆棘底带于这个 我以为是人为的呢 空的 像一大石墩子一样啊 我看看啊 我看一下 哇塞 这太夸张了 哇 这文天里边是一空的 真的兄弟们 是不是像一个石人花一样 太可怕了 它那个是树里面吗 我以为 这堆是像一个摆台一样啊 这是怎么长到地上的 我们能不能跟他比划一下 说哪种植物可以喝水 我感觉 我们从山上面 翻了一座山过来 两个小时了兄弟们 暴晒的情况下 一口水没有 整个部落没有人 我以为 刚才 马上就到那部落了 所以就 没带水 部落里怎么也都有水吧 但是没想到一走这么长时间 嗯 you know 他不喝 啊 这边有水 他别跟我说 我们俩 再走两个小时回去喝 现在我只能 自己喝自己的唾液了 什么意思 他要落山了 他们回来 这儿可能就有人 这儿不会 让他那个有人 这个营地已经飞鞋了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圆的 上面也没东西了 要不然就是没用的营地 要不然就是他们已经把东西拿走了 你看 是活的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哦 就是说没有连接任何地点 还活着啊 真的好神奇 你们不觉得吗 你看 他没有死 还活着 没有死还活着呢 生命力极度很强 那哥们去哪儿了 那儿呢 你跟着我啊 跟着我在五步之内 这是炉灰啊 你看他们这儿炉灰 嗯 要么干旱 还能活着 这炉灰 生命力也极度很强 看他发现什么了 我又发现了一个 我又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 不过这也是我们来的那个吧 不是不是 另外一个 犀牛 山羊 小型文字啊 你看 这个小人拿了个盾牌 拿了个啥玩意 拿了个剑 小心蝶有他们做过饭 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时间不是很长 不是很长 也有温度 我感觉他们有可能 下午去捕猎 下午才出来 捕完猎回来来这边 给他做一下饭 看那个 这什么 这是猴子 猴子的尾巴 我感觉我们 要离他们捕猎的地方不远了 是不是 是这 这个看着已经干了 我觉得是今天的 没有干 你看 这个我觉得是今天的 一会儿应该有人过来 这个距离现在 他被杀到现在 我觉得不足八个小时 他有脚印 我才要羊 水 那边或这边 看你意思是 哪边进 那边 那边 那边更远了 这边离 离咱们出来远 以后过来我们要观察粪便 你要问那个动物的尸体 还要看脚印 还要看火灯 我真的觉得 我们是真正的探险家 截止到目前 我们已经寻找了三个多小时了 确实发现了诸多的蛛丝马迹 但却没有看到一个人类 此时的我们体力已经严重透支 那来已经出现了脱水的反应 我当机立断 要求马上返回汽车 先行补充水分 我现在决定了 我们要返回那个第一个哈喇比的那个小村落 然后呢我们去找那个会说英语的那个人 看看他那有什么线索 能不能知道这些原始的哈喇比人到底在哪 跟着带路小哥的指引 我们准备返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村子 去寻找那个会说英文的男人 此时在我心中有几个疑问 石壁上的图案代表了什么 他们是如何生存的 而我们又到底能否找到 传说中的石原族 他跟我说 这个事必须要早上起来去找到他们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走了 不回来了 就是等天擦坑他们才回来 等于是早上起来 他们出发 晚上再回来 他们每天的刑击轨迹现在是这样 他们现在应该进山了 他跟我说明天早上起来约我 我们一起去 还有这个兄弟啊 What's your name? Alicia Alicia 我们一起Alicia和这个兄弟啊 明天早上起来 我们一起进山去寻找传说中的哈扎笔布